好,看到这个单元练习 某碳氢氢氮的化合物1公升 燃烧后产生2公升的CO2,3.5公升的水 还有0.5公升的氮气 那在同温同压下 反应前后,同温同压下则分子式为核 好,所以我们假设这个化合物是CXHYNZ 好,那因为同温同压下,反应前后同温同压下 所以体积比等于系数比 好,所以这个1 好,加上O2 好,产生CO2加水加氮气 好,那CO2的部分是2 水的部分是3.5,就是2分之7 好,那氮气的部分是2分之1,就是0.5 好,所以我们对照一下碳的地方有两个 好,所以我可以知道X应该是等于2 好,那氮气的部分呢 氮的部分是2分之1乘以2,所以是2,所以这个也是1 好,那氮气的部分呢 好,这边是2分之7乘以2,所以是7 好,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是,氮气是7个 好,那氧总共用掉了多少呢 这边是2乘以2,4 4再加上2分之7 好,所以是2分之8加2分之7,所以是2分之15 所以这个地方是4分之15more的氧气 好,所以这个分子4就是C2H7N 好,所以答案选A